蜜欢,外号平头哥 他勇猛无味的性格适合了一大批粉丝 这时他成为了喜爱斗士的同志最容易提及的动物之一 从而诞生了平头吹和平头黑两个派别 这两个派别的人一旦遇上了 就会向对方表达爱意 时不时的问候对方的家人 通常可以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天 有的甚至可以长达几个月 可见他们真的很爱对方 关于蜜欢物理攻击战斗力方面的视频 已经有很多人做过了 我就不多说了 咱今天要讲的是蜜欢身上的一个神奇的技能 以及解答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先进入一段视频 虽然视频很模糊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蜜欢帅气的身影 在气质这一块拿捏的死死的 再拉近的画质都挡不住 他发现了一条蛇 上去直接一个猛龙过江 抢走了蛇嘴里的耗子 并且吃掉了它 非常的不讲武德 我们看到这条蛇很生气啊 自己辛辛苦苦逮到的耗子就这么被抢走了 这怎么能忍呢 要知道这条蛇来历可不小啊 这种蛇叫古富思葵 前段时间很火啊 是非洲请人全村吃饭最多的蛇 动物会大面积的肿胀坏死 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他甚至还有读到西流的记载 蜜欢这么小哪能跟西流比呢 哇 一高人胆大谁知平头哥吃完 奥子后又盯上了古富思葵 他是想挑战眼前这条非洲杀人蛇吗 直接平头哥两个假动作一套 平A直接带走了古富思葵 但不幸的是他也被咬到了啊 他也被咬到了啊 我这不是重复啊 是强调 正当平头哥想用那条石 突然感觉不妙 动作变得迟缓起来 他舔了舔被咬的伤口 随后便昏睡过去 我们的平头哥就这样被毒死了吗 两个小时后奇迹发生了 平头哥竟然梦幻般的醒来 继续吃那条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平头哥的神奇技能 抗蛇毒 说起抗蛇毒 世界上能抗蛇毒的动物并不多见 较为有名的就是蛇猛附属 蜜欢的研究反而很少 在纪录片将蜜欢的几个猎杀毒蛇的镜头放出来后 在经过营销号的吹捧洗脑 蜜欢被捧上了抗蛇毒的神坛 已经吹到了百毒不清的境界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了解 蜜欢的抗毒水准到底怎么样 首先是蜜欢为什么能抗蛇毒 它能抗哪些蛇毒 前面视频中我们提到 古腹思魁咬伤会造成严重的肿胀坏死 但是蜜欢被咬了之后并没有肿胀 也没有出血症状 由此得知蜜欢的血液和其他抗毒动物一样 对血熏毒细胞毒 具有一定的综合作用 除了这些毒素之外 还有毒性更加强劲的神经毒 你们觉得蜜欢能抗神经毒吗 一 能 二 不能 在正式开讲之前 先来个三连点赞啊 我们再看一个纪录片片段啊 这只蜜欢爬上树 原来树上有条蛇 蛇被赶下来了 我们看到这条蛇想跑啊 哪里走 蜜欢上去一个急跑加闪现 直接把这条蛇带走了 那这条蛇是什么蛇呢 这种蛇可不得了了 它叫黄金眼镜蛇 一听这名字就能猜到它很屌 没错 黄金眼镜蛇被认为是非洲最危险的眼镜蛇 它的死亡率非常高 在南非仅次于黑满巴 黄金眼镜蛇毒液中还有大量的神经毒性 可以看到蜜欢丝毫不忌惮被它咬到 毫无疑问蜜欢是可以抗神经毒的 那它是如何做到抗神经毒的呢 我们从神经毒发作原理解释 眼镜蛇的α神经毒 要与烟碱形乙仙胆碱受体结合才能起效 而蜜欢的烟碱形乙仙胆碱受体发生了变异 进化出了可以通过电荷干扰取消神经毒结合的能力 从而导致神经毒无法发挥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刺猬和野猪身上也发现了相同的能力 没错 看起来萌萌大的刺猬也会吃蛇 并且也能抗神经毒 而同样能抗神经毒的蛇猛 是通过唐几化的空间为主消除神经毒与受体的结合 在一些经常吃其他毒蛇的眼镜蛇身上 也发现了受体不与神经毒结合的能力 比如莫桑比克射毒眼镜蛇 总而言之 这些能抗神经毒的动物都是受体出现突变 不与神经毒结合 但是 这种能力不是无限制的 大剂量的神经毒会让它超负荷 从而突破防御将其毒死 除了α神经毒外 蜜欢还能抗其他毒素 曾经在1982年对一只蜜欢动脉注射黑曼巴毒液 蜜欢存活了下来 黑曼巴又是另外一种神经毒 加利子通道神经毒 证明蜜欢对当地毒蛇的抗性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能抗黑曼巴毒并不是啥稀罕事 非洲有好多种动物都能抗 虽然名为非洲死神 但是其实黑曼巴在非洲过得并不滋润 这也是自然选择压力下军备竞赛的体现 捕食者与毒蛇之间的微妙关系 捕食蛇的动物在一代代繁衍中不断进化 像蜜欢蛇猛这些抗神经毒的能力 是进化了至少四次才得到的 除了蛇毒之外 蜜欢还会捕食蝎子 当然蝎子相比上面的毒蛇还是差很多的 但是还有威力不在毒蛇之下的蜂群 蜜欢甚至敢直接掏蜂窝吃蜂蜜 硬扛蜂群的围攻 很多人认为蜜蜂很纳吉啊 一只的情况下确实不咋样 但是一个蜂巢的病例可是非常恐怖的 蜂群遮伤会导致过敏性休克 或者血管内溶血 急性肾衰竭 蜜欢硬扛蜂群围攻 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了 终上所述 蜜欢对当地各种类型的毒素都有一定的抗性 可以说是比较全面了 再加上蜜欢天然厚实的皮毛 当地的毒蛇想要干掉蜜欢是很困难的 那么非洲的蜜欢能扛其他地方的毒蛇吗 非洲的蜜欢能不能扛亚洲眼镜王蛇的毒液压 我们从另外的实验中就能找到答案 美洲的弗吉利亚附属对当地奎科毒蛇 具有超凡的抗毒能力 但是用一条非洲的古副斯奎咬附属时 它只表现出微弱抗性 在24小时后就死亡了 抗毒是动物在选择压力下进化出来的能力 蜜欢所在的地区压根就没见过其他类型的毒液 它对其他地区毒蛇的抗性肯定是会大幅度削弱的 这个时候肯定有人要问啊 蜜欢和眼镜王蛇谁厉害呀 虽然我不提倡斗兽 但是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很久了 借这个视频说一说吧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咱先了解一下 同样能抗蛇毒的猛和蜜欢不同的捕猎模式 猛依赖的是自己超高的敏捷 牛逼的身法 这是捕食小黑曼巴的场景 黑曼巴完全咬不到 秀的一匹 趁黑曼巴不注意 直接一个迎头痛击 猛甚至赶去秀比自己体型更大的黑曼巴 这是对自己闪避的绝对自信 但是与此同时 猛缺乏有效的输出去干掉体型较大的毒蛇 比如这条黄金眼镜蛇反抗激烈 持续了数分钟 猛也没把它咋样 还让它跑了 但是猛在正面对抗中一下都没被咬到 这闪避也是杠杠的 如果继续打下去 黄金眼镜蛇很可能被耗死 而秘欢则完全不同 这是秘欢捕食假盾蛇的场景 最啊这个假盾蛇它是没毒的啊 很多营销号说这是毒蛇 我们看到秘欢很容易就被咬到了 秘欢捕蛇依赖的是自己的防御和破坏力 对比猛数分钟都拿不下的黄金眼镜蛇 秘欢捕食黄金眼镜蛇则是简单直接的多 毒蛇是很怕物理攻击的 秘欢的平均体重比眼镜王蛇中一倍 而且有锋利的爪牙 重创或者杀死眼镜王蛇不在话下 眼镜王蛇的筹码就是他能不能毒死秘欢呢 但是在那之前 只要秘欢痛下杀手 眼王是再解难逃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赶紧三年了巴给亚路 我